汪峰都可以等待20年,你急啥? 汪峰不负众望终于继上七歌手排名第一后第九期又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但大家知道吗?唱这首歌汪老师等了20年。 据汪峰老师当晚表演之前回忆自己的过往,当时为了交房租把这首歌以几千块钱卖出。 对歌手而言,创作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珍贵。我们可想汪老师当时的痛苦与挣扎。 等待这首歌被很多人唱过,我们也听过很多很多版本,但是到今天小编才知道原来是汪老师的作品啊。 在拿到第二的好成绩之后,汪老师内心必然是幸福的,他在今天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和掌声,站在聚光灯下,站在这个时间节点。 回看二十年前的自己,想着二十年的时间,这个等待是让人感慨的,让人动容的,让人流泪的,让人怀念的,让人幸福的,也是值得的。 。 汪老师还是一如既往为我们传递正能量,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他用歌声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等待的意义。 。 那我们呢?我们站在自己人生的时间轴上,回看过往,是否也有哪些时光我们艰难走过,才成就今天的灿烂无比。 。 我们站在自己人生的时间轴上,展望未来,我想做哪些努力,我想要哪些值得的等待去成就十年后甚至二十年后的自己。 。 汪峰不负重望终于继上七歌手排名第一后第九七又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但大家知道吗?唱这首歌汪老师等了二十年。 。 。 据汪峰老师当晚表演之前回忆自己的过往,当时为了交房租把这首歌以几千块钱卖出。 。 对歌手而言,创作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珍贵。 我们可想汪老师当时的痛苦与挣扎。 。 等待这首歌被很多人唱过,我们也听过很多很多版本,但是到今天小编才知道原来是汪老师的作品啊。 。 在拿到第二的好成绩之后,汪老师内心必然是幸福的,他在今天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和掌声,站在聚光灯下,站在这个时间节点。 。 回看二十年前的自己,想着二十年的时间,这个等待是让人感慨的,让人动容的,让人流泪的,让人怀念的,让人幸福的,也是值得的。 。 汪老师还是一如既往为我们传递正能量,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他用歌声和自己的人生精力告诉我们等待的意义。 。 。 那我们呢?我们站在自己人生的时间轴上,回看过往,是否也有哪些时光我们艰难走过,才成就今天的灿烂无比。 。 我们站在自己人生的时间轴上,展望未来,我想做哪些努力,我想要哪些值得的等待去成就十年后甚至二十年后的自己。 。 。 。